由大到小按確定就可以 他就會幫我排出來 這個是一個順序 那這個順序的話呢 我將來要移動的話 就根據這個清單去幫我排列 對不對 那排完之後的話 這個不是多的 按右鍵刪除掉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基本上 這個練習裡面會需要 1.如何插入一個新的工作表 在哪裡呢 在最後面 2.幫我把這些全部跑個回圈 名稱全部列出來 第三排序 第四呢 再移動按照這個清單去排序 排完之後的話 再把這個清單刪除掉 對不對 OK 好 這個是好幾個步驟連續 不過這裡面的話 就會需要 至少工作表新增跟刪除 排序這些一定要 那我已經把它寫好了 因為 這個恐怕要一個一個來講 要花太多時間 所以呢 我就直接來看一下我寫好的程式好了 就是我剛剛講的 所有的一切動作都已經寫完畢了 而且剛剛測試也完畢沒有問題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們一樣在模組裡面 模組裡面新增一個 我插入一個程序 這個程序名稱叫工作表按筆畫排序 就是工作表它按照我的筆畫排序 就剛剛講的 那它的動作基本上 就是我剛剛講從1一直到6 從新增工作表再到刪除工作表 所有的動作呢 基本上前面應該都有教過啦 只是你要怎麼樣把它做出來 OK 所以剛剛講的第一個動作是插入一個新的工作表 那怎麼樣插入一個新的工作表 在怎麼樣呢 在最後面 這個應該前面有講過嘛 有沒有 我們不是查詢結果 然後要新增一個放查詢的結果對不對 所以放查詢結果 我們就 shits.add add add在哪裡呢 最後面 after 哪裡呢 shits 在最後一個什麼呢 工作表 那我不知道最後一個叫什麼名字啊 但是我知道它有幾個 有沒有 shits.com OK 第一步 沒有問題吧 第二步的話呢 就怎麼樣呢 把這13個名稱 有沒有 這我模擬一下 剛剛第一個步驟就點下去 就這個動作 那第二個步驟的話就是怎麼樣 要把所有的名稱 通通寫過去 當然你不要笨笨的用Ctrl C,Ctrl V 複製貼上複製貼上 我打算 感谢观看